根據審計部統計 台鐵去年污點次數超過了143萬次 發生率達到了20.4% 就連新購入的EMU3000行星自強號列車 也被點出有5車次 污點發生率高於50% 學者認為說有精進空間 但是台鐵回應說 以國際的標準來看 延誤5分鐘之內都應該是準點的列車 這跟審計部的計算方式有所不同 因此這一份審計部的統計 不能夠全面反映列車運行的實際狀況 周末假日提著大包小包準備搭火車出遊 但最怕遇到污點形成受影響 審計部日前發布 2023年台鐵污點次數統計 超過143萬次 發生率達到20.4% 其中台北南港等4個車站 污點機率甚至比2022年還要再增加 一兩個小時吧 我覺得好像有一次是台鐵重大事故 人潮太多的時候你一定會擠到 延長到發車時間 所以有時候這多體諒 我覺得應該算蠻高的吧 但是可能難以避免 可能就會考慮說你污點的話 那我會不會不要搭台鐵 報告中也指出台鐵的新購車輛 EMU3000型新自強號也被點名 包括車次256 402 422等5車次 污點發生率都高於50% 學者也認為污點率偏高 不過台鐵回應部分路段為單線區間 容易受到天然災害 外污入侵影響 加上平交道以及死傷事故等外部因素 也會導致準點率降低 更強調現行的國際標準為列車到達終點站 延誤五分鐘以內才被列為準點列車 但審計部以延誤超過一分鐘計算 未能全面反映列車運行的實際情況 台鐵對計算方式提出意義 不過如何改善優化得到乘客信賴 還是首要之物 這有楊宗彥 黃聖全台被報導